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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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别跑 跑了喝了跑不了命 我鼓励你发动你 走 走 以上镜头是本台记者 今早在北京一家影视公司 门前拍摄的 随着萧红军事件的持续发酵 北京的这家影视公司也被牵扯其中 这家公司就是欢天喜地九仙女 出品方 他们拍摄吹捧萧红军个人形象的 专题片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不少投资者因为受到专题片的影响 而参与了投资 这家公司 全部胡说八道 参与了萧红军的投资案 如今公司的经营者已被警方逮捕 你说这投资方一直不把钱打过来 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我觉得非常有这种可能 你干吗去 回公司啊 回公司干吗呀 你现在能回去吗 警察不是都已经说了吗 虽然现在局面控制住了 但是公司很危险 你现在回去干吗 找也打 不是 那我在这干吗呀 大白天坐公园里 你看看你今天这样像不像个孩子 我 你急什么呀 犯法啦 参与集资啦 小叔这次真把我害惨了 路子哥 我都看见新闻了 怎么那么严重啊 你赶紧跑吧 我跑什么呀 是我公司被人砸了 我跑什么呀 可是我看见新闻里 警察都涌进你公司了 这事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别逞强了 赶紧跑 走 我为什么要跑呀 我只不过给你二叔 拍了个专题片 他那集子给我一点关也没有 我跑什么呀 那我相信 你警察信吗 你要真被抓住了 形象可就都毁了 哥 快走快走 警察 快走吧 跑 走我什么呀 哥 嫂子 我是真的真的 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说萧红军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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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怎么过呀 怎么活呀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 我知道你是心里急 丁妹啊 你也别着急了 事情已经发生了 再着急也解决不了问题 反正不管怎么样 咱总能查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 你说这小红军 从来就没让人省过心 跑有用吗 行了 你听你哥的啊 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 有什么事有你哥呢 好 你要是说有消息了吗 那红军跑的时候 身上带着钱吗 哥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他是觉得我知道多了害怕吗 上回在深圳被抓 事先我也是不知道 你说 这个人 他是担心他会连累你 害怕连累我 他不干这些事好不好啊 你说本来我们在一起好好的 是吧 非要搞什么大集团 非要出人头的 非要带着一帮兄弟发财 还整天在那个 电视里面出风头抛涂露面 我听说那证监会 就是因为觉得他太出风头了 太抛涂露面了 所以觉得有问题了要抓他 这下好了 人都不见了 这是红军不对 是红军对不起你 你先别担心 有什么事啊还有你哥呢 还有我们呢 对 二婶 我二叔不会有事的 是 你别担心 我们都在呢 我一担心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他跑到哪儿我心里都不安心 你说在外边 吃不好 穿不暖 整天提心吊胆呢 我犯了事儿还不如老老实实 让人关起来 是吧 你确认了 损失就这么多 好 对了 我再强调一句啊 为了预防意外 你们最近还是不要回公司了 那帮投资商啊惊得很 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我们走 谢谢警察叔叔 多谢啊 吓死我了 我还真以为是来抓你呢 行了 你就别瞎掺和了 赶紧回家吧 不然你爸妈又担心了 好吧 那我走了 对了 对了 要是你二叔有什么消息 第一时间通知我 放心吧 没问题 拜拜 你这林家小妹妹有点意思啊 对你这真好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胡思乱想这事儿 赶紧打电话 看看投资方什么态度 得嘞 来 你看看 能不能联系到你二叔 小薇一说 封都的公司刚刚也被砸了 这事儿 千万别告诉你封叔 你二叔这一跑啊 留下个懒摊子 现在谁都收拾不了 我想想办法 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他 方总流年不利啊 最近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多事实修啊 一个月之内 你的公司 竟然被连砸了两次 其中一次 还是我们在场的情况之下 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啊 朱总您看您说的 咱们都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做公司谁能一帆风顺啊 还不都是九九八十一难过来的 没错 老板嘛都是有故事的人 是 这次几位老总 请本人过来和你谈谈 也希望 咱们的项目别出什么事了 是 应该的 应该的 您说 钱是什么呀 钱就好像一条狗 嗅觉灵敏 四条腿呢 还得麻利 当这条狗 嗅到不安全的味道的时候 那撒腿就不 对吧 对 对 有道理 那 深入浅出 我们 这些做投资人的 第一要务 就是要保证钱的安全 钱安全了 我们也就安全了 你们是觉得 我们这项目的投资 不安全了 没错 现在 冯总在外边 不能说是名声扫地吧 我觉得 离得也不远了 朱总 你真不能听那些 那些人说的都是假话 都是胡走的 瞎编的 不能听 或许你的确 没有参与肖红军的案子 但是外边的舆论 对你却是非常地不利 这说明什么呀 你冯总得罪了很多人嘛 他们都记恨着你呢 这样下去的话 电视台以后对你会敬而远之 这都很难说呀 电视台是干什么的 电视台是收购电视剧的买方啊 因为你个人的形象 而影响了整个项目 这恐怕不好啊 我算是听明白了 绕了半天 你们还是不愿意让我 当那出品人呗 没错 我还是这个意思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怎么来的 你怎么来的 怎么回去呗 门在那边我不送你 没选择 我让你滚蛋 这就是我的选择 听不明白了吗 看你小子有什么好下场 你继续横吧 什么玩意儿啊 你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话 我自己的作品 把我摘出去 真够逗的 行 他们不愿意干了 就让他们走 反正也合不来 省得到时候 意见有分歧更麻烦 但他们一撤资 咱们钱可就不够了 演员和导演的合同 都已经签了 咱们也提前预付了 一大笔钱 现在 骑虎难下 资金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就像他说的 现在媒体舆论 都针对我们 电视台什么态度 我们还不知道 而且他们这么下去 也没人会投钱给我们 那没事啊 情况还没那么早 一定有办法 他们不投钱 咱们就自己筹 我把别墅卖了 你有别墅 我怎么不知道啊 去年买的正装修呢 原本打算 咱俩结婚用的 行 就算把别墅卖了 那钱也不够啊 把拆迁的房子也卖了 都卖了 都卖了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大不了到时候我来租房住 你一定会支持我的对吗 好 听你的 把我的房子也算上 把我的房子也算上 我现在啊 就怕看电视 为什么呀 谁知道哪台在骂风都呢 你说现在 那电视里都播的什么玩意儿 要不就是肖红俊的胡说八道 要不就是神鬼穿越他电视剧 要不就是子儿娃乱叫的流行音乐啊 剩下就是广告了 我呀 也就是看看动物世界 那玩意儿省心 行 你要是以后不想看电视了 你就把这电视 抬出去认了 您这行 反正这玩意儿看不看无所谓了 你说以前上个电视啊 那是风光的不得了 啊 冯大妈是我见过的人当中 第一个上电视的人 是啊 海峡两岸节目 寻找我大哥 我现在上个电视 能变成过街老鼠吗 以前上电视呢 都是好人好事 现在上电视 现在上电视 那叫没事找事 它叫没好事 不行我还是干脆给他请一算了吧 真真 哥这儿吧 起码是个摆设 也是个念想啊 电视 电视 回头 停车 有什么事就说吧 我这忙着呢 有事说事 没事睡觉去 现在到处都是肚子哥的坏消息 怎么他们都跟他过不去啊 那家伙我行我素的 天天得罪人哪 我看不是呗 他那是木秀鱼林 封闭催之 是 你什么时候变得说话一套一套的了 在你眼里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是吗 你们不是好哥们吗 你就帮帮他呗 他也老帮你啊 你价格战的主意不就是他出的吗 他一做文化企业的 我一造电视的 我们根本不相干 那你让我怎么帮他 那你帮他想想怎么摆脱困境啊 他老帮你 你不帮他不觉得愧疚吗 我没他那么多鬼点子 那容易的事还找你干吗呀 你 你 二叔 我知道是你 你车上待久了吗 有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今天到的 我开车到了延庆 担任他们 根据车号找到我 我把车扔在了延庆 坐长租车进来的 二叔 您跟我说实话 这次的事 到底有多大 这回要是进去了 估计可以在里面养老了 不是 那么大的事 你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我告诉你们 是不想连累你们 我这一路上也在琢磨 到底没什么 成也电视 败也电视 我当初是靠专题片的影响 把生意做大的 没想到 这次居然也是因为专题片 出了事 但我们那专题片里 压根就没提几字这两个字啊 要是提了还能播吗 怎么就办业电视啊 怎么就办业电视啊 其实啊 开公司和人生差不多 高峰低谷 该高调的时候高调 该低调的时候 就该低调 我呢 一路高调 结果我也准备不充分 露馅了 今晚怎么办啊 小肚子 知道为什么要搞那岗黄绿公司吗 不知道 当年我和你二次 从深圳回内蒙古探亲 没想到内蒙古那帮老哥们生活 还是那么困难 跟我当年插队的时候一样 大家劝我 红军啊 你有本事 就带着我们大伙一块干吧 后来我成立了这个黄绿公司 黄绿公司虽然失败了 但是你看看 现在那一代都成什么样了 比当年强一百倍 这里边有一多半是你二叔的国劳 佛位一炷香 人争一口气 最多的时候 我手里掌握着十几亿的陷阱 手下管理着好几千人 你可能不知道 你二叔没有情人 没有小三 什么麻将排酒百家乐 我碰都没碰过 连赌场的门都没进去过 我身上穿的衣装全是你二婶买的 没有一件超过一千块钱 我不就是想做成点事吗 在这个雄心壮志的年代 要是不做成点事 不就白活了吗 我呢 其实在这个年代 像您这样的人多了 将来 我在里边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你还有肖战 你们一定要争口气 人只能活一辈子 只能活一辈子 我要走了 警察要是问你 你就告诉他们 我回老家上门 他们要是愿意在那里等我 就让他们在那儿等吧 听我跟我大哥和肖战说一声 我没跑 您真不打算欠小展 说实吗 你还记得我吗 不太记得了 是 我走的时候 你好像才四岁嘛 没准人是想起来 肖红军 老三舰的第二届 二连号客的北京老长 冯都 高中山 这一回咱俩算正式认识 南国ær雨 connections 友伯 领寓 Friday 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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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无果 想起起 偏有遗忘记 那份爱 换回你时机 老大叔人哪 人哪 人哪 走了 走了 他这次回来压根就没想见你跟小叔 不计是半年就被人监视了 他去哪儿了 回老餐了 他回江西老家了 小叔说 要你们放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回去给你爷爷扫墓 然后就去自首 其实 小小叔从来就不是一个坏人 我打想着特别崇拜他 我知道 你跟我说句实话吧 你们跟我说到底怎么样了 我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 我没有做过任何犯法的事 但别人的嘴我关不了 现在社会上 媒体上 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言 有人说你参与了我二叔的案子 跑路了 也有人说你公司倒闭了 破产了 还有人说 你投的新项目也垮掉了 还有人说什么 有没有人说我爽又忙呢 你知道吗 你越不在意这些传言 这些传言你会传得越邪漏 你必须想办法面对他 你必须想办法面对他 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找人在身上 我也控制不了 你知道以前人们 如果总遇上一些倒霉的事 他们怎么办呢 倒霉的事 怎么办 冲喜啊 冲喜 你现在就得好好地冲冲喜 把你身上的倒霉事给全部冲走 我有什么喜好冲的呀 你去办办一场盛大的婚礼怎么样 婚礼 爷 其实现在有很多商界人士 都这么干 他们一旦遇到了一些 不利于自己的传言的时候 他们就办喜事了 极境铺材 这样的话 所有的谣言 就不攻自破了 不是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跟西成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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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校尾一也都没有念想过 俩礼拜以后就结婚 还要大操大扮 对 五星级酒店 好好折腾一把 还好好折腾一把 你能不能不折腾 你还没折腾够啊 你看看现在外边怎么说你 没一句好听的 我问心无愧 平时愿意怎么说 怎么说去 我也管不住 合着礼都在你这边啊 怎么可能 不是 爸 我是结婚办喜事 您不是天天盼着抱孙子吗 我只要一结婚 马上就有孙子给您报了 生出那孩子也是外地户口 这有什么年代了 您都什么观念啊 就是啊你 你有话好好跟那小肚子说 不是 你跟西成结婚的 一春怎么办啊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一春喜欢你啊 这谁看不出来啊 你看人家一春 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 都过来看我 问长问短的 这亲闺女也不过如此吧 你要这么一来 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家 您甭见他们就行了嘛 小肚子 您也有话好好跟你爸说啊 这样阿姨来跟你说吧 你爸的意思就是说 你看那逢年过节 你爸过生什么的 也不见西成有个电话呀 以前就不跟他计较了 可是现在你们俩 都快结婚了 也不见他 对你爸有点傻表示 是 是这样吗 这是 这些话就是我想说的 小肚子 这西成没爹没妈 你爸 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孝顺呢 你娶媳妇 你就不替你爸想想啊 你娶了他 这以后咱家天天吵架怎么办呀 您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这是我结婚还是您结婚啊 怎么跟我说话呢你 是 西成从小没爹没妈 的确也不太懂规矩 那这些事可以慢慢教嘛 再说了 就因为他没爹没妈 咱们家里人是不是应该 对他更好 您好意思说别人 您才是最自私自理的那个 这徐阿姨跟您多少年了 还不是不清不楚的 有什么情况 那么大岁数白活了 我怎么反过来让她输了一对 我怎么反过来让她输了一对 杜大 赶紧给我订个五星酒店啊 发布会 办婚礼 婚礼 饭吧 谢谢 不客气 吃一个 我不吃 吃一个吗 吃你的吧 好吃吗 吃甜食吃多了容易发胖 你知道吗 小姨 小姨 你知道你肚子哥 要跟西城结婚了吗 知道呀 他们要办婚礼了 什么时候呀 就最近吧 我知道你玩心重 一直以来 就把冯都当成你的大玩具 谁把他当玩具了呀 行 不是玩具 那 偶像 行了吧 偶像呀 远远看着还行 你一旦靠近了 你会发现他一身的毛病 再说了 有多少人又能跟自己的偶像 在一块生活呢 你还想 你脑子里的不是爱情 只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你凭什么否定别人的爱情呀 就你对西城都叫爱情吗 就好像你活得多明白 我没有否认你的爱情 你喜欢谁 爱谁跟谁在一起 那都是你的自由 但是我是你亲哥 我就告诉你 谁都可以 只有冯都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个混蛋 你挂不着 婚礼费用预算单 觉得怎么样 这些 对 我们俩的婚礼啊 不是要半年的吗 你急什么呀 所以我正准备找你商量 我决定把婚礼提前 就放在十天后 你这是来跟我商量的吗 预算单 预算单你都做了 那你一个人结婚呗 不是我 真的是来找你商量 我想把咱们的婚礼 放在开机头两天 而且我要越隆重 越声大越好 全程向媒体公开 用婚礼代替你的电视区 发布会 不不不 这发布会归发布会 这主要啊 你也知道 现在外面对我们公司 传言满天飞 好多人都说我跑了 我呀 就想通过这婚礼 告诉他们 我冯都不仅活得好好的 而且活得还滋润 我从来没想到 我的婚礼库 这么强的商业色彩 你别着急 我 我也没想过呀 但咱们这不是没办法吗 再生严生吗 我真不想这样 你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 看着人多我就烦 要是按照我的脾气 咱俩真结婚 外地找个小客栈 关上门待三天 就行了 好不好 出事了 你们俩赶紧出来看看 据说黄驴集团总裁肖洪军 就是在进入公墓之前 自己给警方打了电话 他的父亲 就是埋在这座烈士公墓中 据说他的突然失踪 就是为了来祭奠他的父亲 有时候我会想 小耳术在专题片里说的话 也不全是谎话 他当年做公司 不完全是为了他自己 冯叔不同意 跟肚子哥吵了一架 肚子哥现在正在生分期呢 冯卿姐也不同意 可肚子哥他太霸道了 他们可能拦不住他 消息打听得还挺清楚 这消息打听得越清楚 决策就越有针对性 你就在这儿干坐着呀 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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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策 我来 好 爸 爸 这是我们爷子 唯一的一张合影 那时候你二叔才八岁 二叔跟冯都说了 说他一定不会逃跑的 他说 如果他逃跑了 死了以后 也没脸见我爷爷 你二叔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有责任的 爸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也别太自责 不管怎么说 我还说是好人 我相信 他一定会吸取教训的 我也猜到了 他是不会跑的 但我真没想到 他还跑到你爷爷坟上去上班 我曾经是老师 我还是老师的,老师 是老师还 pada 天上的雨 它慢慢的飘过来 陪着我慢慢的走 诉说那将来 亲爱的你 我这一片梦不改 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海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去留春爱雪花留云海 这份爱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 冬去留春爱雪花留云 开车风还在等待 希望你感觉到 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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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